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花痴小妹 我是花姐 花姐本期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吃的 我们一起来摧香看看 来来来 来来来来 鱼大包 从这开始撕开它 来来来来来 哇哦 一颗颗小小的 哇这个好像那个夏天的冰棍小布丁呢 一大袋子呢 装不下的就先放一边吧 小布丁小布丁拿盘子来 哇哦 小布丁不是很冰吗 但是此款小布丁非一款小布丁 它一点也不冰 而且摸起来还软软的呢 在这里给大家稍稍解释一下 大家最近肯定会关注到我手特别的僵硬 知识有点奇怪 因为我的手最近受伤了 所以大家请见见哦 来来来来 我们开始吃小冰棍 哎呀 瞧我糊涂的 我还就这样 用力的吸呢 当然吸不动了 这要咬的 这小布丁 味道跟真正的布丁很像呢 记得夏天吃的那个小布丁的话 是纯牛奶味的 而且还带着一丝酸酸的感觉 特别好吃 我很喜欢吃 关键是它非常非常的平价 这小布丁吃起来也不烂呢 微微的甜 但一点都不觉得腻 反倒越吃越想吃 就是吃的时候有点费劲 你得用力的啊 这样一扯才行 真正的冰棍小布丁我喜欢 但是本期的这个小布丁的软糖呀 我也非常喜欢 看来那个小布丁真是个好东西 嗯 真好吃 哎呀 吃到现在啊 觉得它有一点点黏牙 但是味道非常的敬忠 非常的不错 来 给大家仔细看看 是不是像迷你版的小布丁 吃过的小朋友绝对非常的熟悉 有没有 记得跟留言告诉我呦 啊 闻着就是那个味儿了 哇 这么多 我下去要跟我的伙伴们一起分享小布丁了 好了 本期的小布丁冰棍软糖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喜欢的朋友们千万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